早上好我是侯佩斯 欢迎收看今天6月4号的百格城报 如果你对一马发展公司421令吉到底被弄去哪里 没有多大的兴趣没有关系 你可以当作参考看看一个人站在火线上 处理棘手的问题时可以如何表现 包括话要怎么说 那第二财长阿姆普斯尼昨天就向大家展现了他的处理方式 解释那些钱用去哪里了 他还说到如果该公司无法传还421令吉的债务 将影响国家财政评级甚至导致马币下跌 那么钱花去哪里了呢 阿姆普斯尼有备而来制作了图文并茂的一篮表 一一列出了418亿令吉投资金额的去向 填补了过去大家质疑钱花去哪里的空白 他还用金融机构到今天并没有立刻向一马公司 缠还贷款为例子 说明这些投资款项并没有下落不明 不过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却挑战这样的说法 他发文告质疑说 那么为何瑞益银行主导的银行要在8月31号截止日期前 撤销一马公司9.75亿美元的贷款呢 另外一个是为什么一马公司要撤换会计公司 由毕马威换去德勒 而德勒会计公司早前又被行动党议员潘检伟揭露 其中一名董事成员正是首相纳吉的儿子 对此阿莫胡斯尼解释该公司只是效仿国际每三年 换一家会计公司的标准做法 而且德勒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司 并指潘检伟做出的很多指责都是不属实的 但是问到大马富商刘特佐跟一马发展公司的关系时 阿莫胡斯尼否认有7亿美元放进了刘特佐的口袋 并认为已经从投资上获得10亿令吉的回酬 他说刘特佐的问题并不存在 也太出风头了没有必要再谈刘特佐 不过林吉祥却质问这笔从国际石油投资公司 提供了10亿美元的回酬 一马公司是拿什么来回馈的呢 对于政府处理一马公司课题上 你会打几分呢 敦马哈迪可一点都不客气地抨击内阁 无法处理 并将内阁部长分成三大类 也就是不知道事不关己 以及明则保身 马哈迪说整个内阁似乎无法处理他的问题 一些人明显不明白发生什么事 一些人觉得不关他的事 另有一些人为了保全自己而什么都不说 接着来看新闻快讯 行动党和一党的互相开骂越演越烈 伊斯兰党长老会跟在昨天通过一项紧急动议 断绝与行动党的合作关系 也就是说不会有政治合作来往 但是会继续留在明年 根据伊党长老会委员莫达瑟涅说 随着行动党不断批评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已经证实行动党违背了与伊党的政治合作条件 因此才决定与行动党断绝合作关系 昨天首相纳吉才在推特写道 没有人可以质疑沙拉越州原住民在我国的名分 并表示已经指示沙州部长监督移交原住民 习俗权益土地给沙州原住民时 在西马罗佛州的丰盛港原住民 却被揭露家园惨遭执法当局拆除 他们被指不合法占有森林地 而在星期二家园遭到残屏 导致亚龙山森林约40名原住民无家可归 从照片上我们可以见到一间间的木屋被推尼击产屏 原住民的日常用品散落地上 目前行动党议员对外号召募款活动 为参丰露宿的他们给予援助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请继续留守百歌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